好來看到監視器畫面中 在高雄突然有一個男子 從天而降 是直接墜落砸在了汽車上 能看到停在路邊的轎車 擋風玻璃是碎成蜘蛛網狀 原來是有一名 47歲的鴻姓男子 不慎從5樓墜落 而且送醫救之後是宣告不治 先來聽稍早訪問 救護車說他會馬上到 他馬上到我就拿著雨傘 趕快去幫他撐 二樓我知道他們下來 有講說他這個跳的人 有按他的門鈴 說阿姨阿姨幫我開門 就我聽到是這樣子 他媽媽偶龍聽不到 他沒有帶鑰匙要上去 他偶子按電影聽不到 警察按電影也聽不到 好警方在早上的10點半左右 貨報在高雄前鎮區的龍心街 有男子從公寓的5樓 失足墜落 那麼根據初步了解 這名男子是因為沒有帶鑰匙 想要爬進家裡 而家裡雖然他的媽媽有在 但是因為媽媽重聽 所以他按電鈴 媽媽沒有聽到 不過究竟為何男子會失足 衰落5樓呢 目前警方都還要進一步調查 釐清